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嫻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 我過去在瘦身這條路 就是想要維持身材 然後我開始運動之後 在飲食方面我所遇到的迷思 跟一些撞牆的狀態 開始運動的時候 我以為我有在運動啊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大吃大喝 然後放心的享受美食 反正我有在運動 它會幫我消耗 可是我卻發現我面臨的問題是 我體重越來越重 人類的身體有個機制就是 它儲存脂肪是無上限的 所以你必須要控管 你吃進去的碳水化合物的量 然後還有它的成分 然後還有那些所謂的甜食 所以我開始減少精緻的碳水化合物 然後改成吃原型的好的澱粉 比方說微量的燕麥 然後一點點的地瓜 或者是你看得到原型食物 然後我不會去碰那些 麵包啊披薩啊甜甜圈啊 等這些經過加工的 碳水化合物 然後再來就是呢 我會盡量讓自己也是 盡量讓自己也是攝取 就是比較低脂的蛋白質 像比方說白肉 就像這個雞胸肉 就是或者是魚肉 像其實有很多食物裡面啊 像豆類 它也是有非常優質的蛋白質 然後再來就是 蔬果的部分的話 我也會盡量就是 攝取就是不要加太多那個沙拉醬 那我之前有下載過一個APP 就是它可以幫你記錄你每一天吃的 然後包含 顴骨雜糧類 蔬菜 水果 魚 肉 豆 蛋類 然後還有像乳品或油脂 你都可以在裡面做的那個記載 然後你可以為自己設定 你每一天要攝取多少的卡路里 那它很方便是它連外食 都幫你標好了那個幾卡 所以比方說像 像這樣的一份水果的話 它已經有寫好76卡 你就可以直接記錄 然後如果是 像這樣的一根香蕉 然後你不知道要怎麼樣 設熱量的話 它也有就是 裡面有很詳細的就是 香蕉一根重量大約多少 那你可以自己去換算重量 然後它就幫你算好卡路里記錄 然後像你平常有在做運動的話 它的運動消耗其實也是有 像你平常說你去健身房做重訓 或做瑜伽 TRX 慢跑 有氧運動等等 它的項目非常齊全 所以你可以根據你每一天 你吃進多少 然後你的運動是多少 然後這樣子去做記錄 那以上就是我的分享 然後希望大家都可以 找到適合自己的減脂的方式 然後維持健康維持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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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